我们呢以Name的称root模式来给大家举例子来讲解DNS 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刚才的操作 我们已经把相关的配置文件和区域数据文件的那个全部拷贝到了称root的根目录下 对不对 好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的主配文件 打开我的中端 打开中端呢直接呢我们来输入 这个配置文件的路径 好了回车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得到 配置文件呢以双斜杠代表什么 代表注释 每行指令以分号结尾 这是规矩 规则啊 你不能逾越的 好了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他告诉你说什么呀 告诉你啊我给你提供了demo啊 你可以来demo来看demo啊 好了不用啊不用看我来给你解释就可以了 同样的啊demo我也给你提供了在哪 在我们的 wiki书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详细的配置文件 一行一行一行给你写的啊非常详细 每行什么意思每行什么意思写了好多好多啊 老门写的 所以呢大家呢直接看我写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好不好 所以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配置文件呢我呢不做重点解释 我呢只需要呢跟大家的把重要的指令关键指令交给大家就可以了 剩下的非关键指令大家下来看一下好不好啊 耽误大家看那个要不然的话整个都给你讲 讲一个多小时视频讲配置文件你会感觉很枯燥的 好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optation就是全局设置啊全局设置好了 在全局设置里边呢有一些关键指令我们必须要讲给你听 第一个就是listen on listen on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监听什么地址 也就是说一个服务啊他需要有三要素 就是监听地址监听端口还有协议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dns是udp协议监听地址是什么呢 监听端口是53好了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监听啊 监听哪个地址上的哪个端口53可不可以改 可以你看这个地方你可以改啊 把那个port53你可以改成5353可以啊 无所谓啊 所以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改的是监听地址 默认的是127.0.0.11 这个是什么意思回环地址 也就是说呢默认的话只监听的是本地回环接口 如果监这个接口它的后果是什么 是不是只有自己能使用dns 别人谁都使用不了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所有人都能使用的dns 是不是我要监听一个外网的网卡地址啊 对不对 好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说 你要监听本地的所有地址就是40嘛 对不对 好了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下边呢是对ipv6的一个啊 监听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网卡还配置了ipv6地址 那你可以把ipv6也开开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拉倒 你就注视掉就可以了 在这里边各位我需要细给大家说的是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ipv6下的那个冒号冒号1是什么意思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1的意思 就是1 那么这个呢在ipv6里边当做什么 当做回环地址 类似于127整个网段 好吧 所以呢你再看到冒号冒号1 你就不能认为是本地回环就可以了 好吗 好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是我们的监听 监听的是11.16 端口是53 走的是ipv4 没有开启ipv6 好了 那么在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继续 继续要说的是什么呀 是我们的这个地方 这个director director呢定义的是什么 定义的是我们的区域数据库文件放在了什么地方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这个呢就不动了 默认的这是一个相对路径相对于根来说的 所以呢它的应该是在挖下的name的下的 称root下的挖下的name的 明白了吧 这是一个相对路径 好了那么剩下的这三个我们都能看到是file file file 好了这三个呢我不做重点解释 这个呢是对谁呀 是对我们的RNDC这个命令来使用的 如果你要是不使用RNDC这个命令 我们可以呢直接忽略掉 好了那么在这里边同样的道理 大家如果想了解RNDC 我还是那句老话 请你打开百度 输入什么呀 输入learnes命令详解啊 是不是RNDC 对不对 就会有人跟你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呢在这呢 我暂时不讲啊 我们或者将来如果是说大家喜欢听的话 给我留言或者是呢 来群里我们交流的时候 大家说我可以给你补录一下 这个RNDC怎么用 其实的话RNDC的话一会儿我会用 只是呢我会不会用的那么 跟你讲的那么明白好吧 因为这个呢RNDC呢是一个啊 DNS的一个辅助命令 好了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这三个呢我就不给大家细说了啊 哪里是给你细说了 在这个文件里边 文档里边给你细说了 大家下来的话呢 可以直接来看 这个地方有没有啊 是不是 DumbFile 这是缓存路径啊 State静态文件File 还有呢内存啊 静态文件的路径 这个里边呢都给大家说了 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三个文件 只有你用RNDC这个命令的时候会用到 好了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这样 我们继续往下走 好 这个呢是非关键指令 我就先把它啊 关掉 我们现在先讲 先讲我们关键指令 好了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Along Query Along是不是允许 Query是不是查询啊 是不是啊 是正确化的意思是 允许谁查询我的DNS 谁使用我的DNS 做语名解析 听明白了吧 那么我可以 我这个地方呢 关键 想Log Query 你想Log Query 你想Log Query 只能自己用啊 我是不是要为广大的网友服务啊 是不是我要写Any啊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下边呢 大家可以看 这是分段注释啊 你注释就注释一段 你可以用斜杆星 斜杆星 明白了吧 各位 我不要 我就直接把这注释删掉了啊 直接删掉 好了 这是我们的说明 在这里边 这一大段说了一个什么呀 说了一个地规的意思 也就是说地规 地规查询 我们刚才在讲课的时候 我说个DNS查询 是不是分为简单查询 地规查询 和迭代查询 对不对 如果你有没有印象的话 回去再看一下 好吧 地规查询 是你到你的本地服务器 你本地服务器 不知道的情况下 它在带着 带着你的请求 向别人去查询 是不是 叫地规 你到本地 本地到其他服务器 这叫地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是权威服务器 也就是说 别人来找你解析 如果你能告诉他的 你就告诉他 不能告诉他的 他就不知道结果 这叫权威 所以你就行动 如果不是这样 你想 来你这解析 你知道的告诉他 不知道的 你通过地规 或者是其他方式 或者迭代的方式 给人家把这个结构找回来 再给人家 那你是不是就要开启地规呀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地规我建议大家是开启的 好吧 除非你是我们的权威DNS 到我这儿 我不告诉你的 谁也不能告诉你 那就是不要把这个地规关了就可以了 好吧 好 那么下边呢 是DNS的一个安全机制 DNS Sacry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在这里边呢 各位啊 这个呢 我们在现在的话 炒的最火的一个叫什么 叫做是我们的DNS的那个域名劫持 域名劫持 大家如果是不知道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在我们的互联网上 你找DNS去做解析 对不对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在DNS给你数据包的时候 我给你劫持了你这个数据包 然后呢 本来你解的3W book.i2.1.1.1 解的是1.1.1.1 4个1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呢 就把你的这个数据包 劫持了以后 给你串盖里边的内容 盖成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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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的计算 你的客户端呢 就会去访问2.2.2 这种钓鱼的网站 那么是不是你的数据 或者你的信息就被泄露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目前的话呢 现在我们网络越来越在乎安全 所以呢 对DNS育民劫持这件事啊 还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那么前一段时间 我要跟你说了 美国把什么呀 把DNS下放到了 它的一个部门 而不是国家指管啊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全世界的人 都反对这个事 美国你管是DNS 那你劫持 谁最容易劫持 是不是从那个根上劫持 最方便 对不对 所以呢 全世界的人都担心 美国在搞鬼 特别是冷静门出现以后 全世界人更不相信美国了 所以呢 就要求他 强烈要求他 他不能再插手DNS了 你不能再监控我们了 所以呢怎么办 美国迫于压力 就把这个DNS呢 交给下边的一些部门 部门公司 在一些机构在管 但是啊 换他不换药 机构还在美国 对不对 你能 你能不让谷歌 爬你数据吗 不可能的事 谷歌爬了数据给谁 是不是还是给美国政府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安全怎么看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他是怎么样防 域名劫持的呢 他是这样的 用一个公私药 也就是说 服务器 DNS服务器 再做完解析 然后把包发给你的时候 用他的私药进行签名 用他的私药签名 然后呢 当你收到这个解析以后呢 要用什么呀 要用公钥去验证这个签名 是否完整 是否公司要是否配对的 如果配对 说明这个数据包没有被篡改过 如果不配对 说明了数据包被篡改过 我就不信任了 我就不使用这个解析了 我就重解了 所以呢 那就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需要你开启这个功能以后 要指定一个key 指定什么key啊 指定我们的这个公钥的key 这个呢 这个功能需要从我们的根 从根开始 一直到下面的每一台DNS 都要这么配 才能够有意义 如果单你配 所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就给你直接屏蔽掉了 我不配了 那么将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呢 在做安全课程的时候呢 我可以呢 给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 将以这种公钥加密 私钥签名 这样的一个技术 好吧 好了 那么这个呢 我们呢 不是主要功能 我就先把它屏蔽掉了 好了 下面呢 我给大家说了怎么样 这是PID文件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进程 是不是都有一个进程号 进程号存在哪 是不是存在这个文件里边 对不对 还有呢 sessionkey存在哪里 好吧 好了 那么下边的话呢 这是我们的日志 关于日志呢 我在这里边呢 它写的并不完整啊 我呢 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完整 日志呢 在DNS呢 只有两种日志 一种呢 是警告日志 一种呢 是我们的查询日志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可以看一下啊 我给大家说了 日志分为两种 告警 还有呢 访问 那么在这里边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查询 在这里边呢 我定义了什么 定义了啊 一个日志 叫Warning 它的属性是这样的 好了 那么才定义了一个啊 我们的通用DNS的 一个这种日志 它的属性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访问日志 看到了吧 是info 它的级别 这个呢 是我们的Warning 这个呢 是我们的告警日志 看到了吧 这是定义了两种日志啊 一个呢是Warning 一个是告警 那么好了 怎么样启用日志 这个格式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哎 这是我们的启用方法 看到了吧 所以呢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大家呢 如果使用日志的话呢 大家直接看我的 这种方法去用 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了 那么日志呢 也是啊 我呢 也就先给他屏蔽掉 我们说了 我只给大家说的 是不是主要关键指令啊 对不对 非关键指令 我就不给大家 先暂时不说啊 我们先呢 往下看 好了 那么在这里边呢 下边的话是Rone Rone呢 是什么呀 定义一个 欲 这个欲是什么 这句话 这个Rone就是什么呀 一个 那么就要前面是 用Rone指令开头 或括号里面写啊 爱图拉.com 好了 一会儿的话呢 我们在实战的时候呢 我会给大家详细解析 这个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 只要看到Rone 就是要给某一个欲名 做解析 听明白了吧 这个地方是个点 是给谁做解析的 给根做解析的 那一行呢 是根欲 好了 那么解析 我们的解析的结果 放到了哪个文件里边 放到了我们的区域数据库 name.ca下面 这个文件里边 听明白了吧 这个就是我们区域数据库的 里边的一个文件 这里边放的是 跟我们跟对应的 多少台服务器 那么上几课我说了 让你查一下 跟对应的多少台服务器 是不是啊 其实不用查 待会儿我给你打开这个文件 你就能看到 跟到底是对应的 多少台服务器 好了 include是包含的意思 我们包含哪些配置文件 子配置文件 看到了吗 各位 这个呢 是我们的区 我们的 这个文件 这里边写的都是 我们要给谁解析 这个文件里边 有好多好多的rone 有正向解析和反向解析 这个呢 是我们的key 包含是我们的key 我们的公钥key 所以呢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些key文件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我们的include呢 我也不用 一会儿的话呢 我把我们的解析的 这些 我要为谁解析 是不是我把这些 这个rone都写到 组配文件了 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是说 你有很多很多的话 我就建议你写到 子文件里边 好不好 好了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的组配文件呢 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组配文件做完以后呢 我们可以去验证一下 你组配文件设置的 对不对 用什么呀 用name的 named chink 不是啊 named 看到了没有 有吧 是不是有这个命令 是不是有这个命令 叫什么呀 name的减后 chink conf 来验证一下 你的这个配置文件 是否有错 如果没错的话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使用 好 没有报错 说明没错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启动一下 是不是啊 启动一下 我们再启动一下的话 nmed 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启动成功没有 启动成功了吧 注意各位啊 在生产环境下 我告诉你 你必须要检测 检测你的配置文件 没问题 你再动手 给人家重启 你不要自己作啊 你改完以后呢 也不检测 你巴就给人家重启了 结果起不来 业务中断了 对不对 老板呢 就应该拿着大棍 知道了吧 咳劲抽你 让你涨记性了 对不对 那么大棍是什么 扣工资 对不对 好了啊 好 那么OK 那么起来了没有 起来了吧 是不是一个UDP协议啊 对不对 没有问题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组配文件呢 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说完组配文件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区域数据库文件 对不对 我们最简单 刚才的话 是不是我已经 跟大家说到了 是不是跟的区域数据库文件 是谁 是不是内幕.c 对不对 这里保存的是什么 保存的解析 也就跟 这些 这个跟对应的是 多少台服务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多少台呀 自己下来查一查吧 是不是 这就是跟 跟对应的是 我们的服务器啊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这个解析 看到了吗 A 一直到LM 你看 是不是都做了解析啊 一个呢 是做的什么呀 做的是A记录 一个呢 是IPv4 一个是IPv6 是不是 现在的话 更多支持IPv4v6了 对不对 如果你要有IPv6的话 你去DNS 是不是也可以支持IPv6 对不对 好了 那么 A到M 自己下来查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 所有的根服务器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暂时 这样 这是我们的 根域 这个文件不要动 明白了吧 如果你要在配置 DNS主域的时候 不配置根域 那么OK 他就不会去找地规 为什么呀 他不知道去找谁 对不对 根是谁不知道 好了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呢 看一下NameDel 这个呢 是空的意思 你看到了吧 这是一个 没有装载任何业务的 一个模板文件 这个呢 是一个正向解析的 模板文件 当然了 这个呢 也是一个正向解析的 模板文件 看到了吧 视频一模一样 对不对 这个呢 是一个反向解析的 模板文件 NameDelDel Loop 这是一个反解的 看一下 反解指针PTR 这是一个反解的 模板文件 所以呢 我们实战的时候 要做正向解析 和反向解析 需要用到 区域数据库文件的时候 是不是直接从 这些模板文件 直接拷贝一下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像我刚才说的 那个阿耶图拉 是不是 我说 跟大家说了 对不对 这个呢 是我们待会儿要做的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要装载业务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给 阿耶图拉做解析 我是不是要需要 一个区域数据库文件 对不对 我是不是直接拷贝一份 过来改一改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呢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好了 那么我刚才呢 给大家呢 解释了 正向 组配文件 然后呢 以及解释了 我们这些区域数据库文件 那么关于区域数据库文件呢 我需要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这里边的相关指令 好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TTL 这个呢 就是缓存时间啊 我们解释 在本地缓存多久 一地是缓存一天 IT呢 代表的是我们的域名 你要为谁解析啊 或者是我们的域名啊 IT就是域名 好了 应 这要是呢 解释说明的意思 SOA 是起始一个授权域 好了 后边的这个呢 是什么呀 是一个 管理员的邮箱 好了 在这里边的话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啊 这个地方 这个案的 就是你要为谁解析 比如说IT.com 好 这个呢 后边这个根本是什么 根本是哪个DNS 为他做解析 好 同意啊 NS 名称服务器 DNS是谁 好了 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 这个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A呢 是解析为IPv4 四个A呢 解析为IPv6 好了 当然的话呢 上面呢 还有刷新 从事 序列号 过期 在这里边的话呢 在我的这里边呢 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定义 大家下来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花一点时间 好好的把我这个看一下 好吧 因为在视频上 我给你念一遍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我跟你说的非常详细 这是正向解析 正向解析 好了 那么反向解析的配置文件 我也给大家说了 重点说了PTR 这是反向指针 那明白了吧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配置文件 我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大家一定要记得看我的这些数据 好吧 好 那么我们的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这样 咱们去发现了 咱们一下